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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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善 毅易吉 《报两寿经》 经办系 心上念我 口上言我 身上行我 曾无一善 欠佬会集时 文字简化 二施 转门 施名 身口三 尚作学业 这未曾作得一善 毅易的文字虽然多一些 表达的意思很清楚 一个人 喜心动念是恶念 国就是自私自利 更恶的 转人离己 再付出行动 恶业便成就 压口言我 身行我 说明这个人 真厚意 常作恶业 未曾作得一善 下面再说他的愚痴 陈违 这些恶行 可证 二直施之说 实有所据 前面 二直施所说的议论 是960协的第六行 第六行 第六行 当前的社会 这种人 不少 几乎 到处都能看得到 下边说 不信诸佛经法 不信生死善恶 这是愚痴 不信佛法 勃募因果 没有 这是佛经常说的一前提 一前提是繁语阴逆 意思是说没有善根 这个人的善根断了 勃募因果 勃募因果 参考词里面 有这一条 在第九协 从佛学大词典里面 摘下来的 勃募 违 followed Katherine 嘴 kunruар 借也 verk兒也 好信 he 听这些知么 百分之谱 因果 因果 这就是 下边所说的 否定 Daily line 因果之道理 不积信 有因果这件事请,作恶得恶宝,授钱得善宝,他不相信 这样的人,古今中外都有格 简直里面记载很多,过去就少些,现在就多了 古时候,因果的道理 可以说,中国在三皇五帝的时候,就有很清楚的记载了 史记里面记载很多,这是正史 史记里面记载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没有事实真相,他决定不会说 史记里面记载到我们现在,我们周边所发生的事情 时时都有报道,细心地观察 这些人会相信 这些人会相信 这是五种邪见里面的一种 五种邪见是身见 这条很重要的 我们学法这一生能不能够成就 这是个关键 都将身当作自己 这叫身建立 错立 首先 学法的人都知道 神色不生不灭 自性不生不灭 慧伦大师见性的时候 第二句说 何其自性 本不生灭 自性是什么 自性是我 我 不生不灭 我不生不灭 身又生灭 如果身是我 我死了之后 我就死了 还有谁去投胎 还有谁去受报 一生造作的善业 耐势 去三善道 这是报 一生所作的恶 三恶道是他的果报 没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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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法第一件跟我们讲真实的事 就是 一切众生是没有死磨的 不单止是人 所有的动物植物 类似矿物 矿物有法性 华性 不会磨灭 华性 华性 就是尚如真心 它是 如 未到极处 变成了矿物 矿物 有没有见闻觉知 今天要讲前年 2012年 美国修兰博士来参观 来看我 看我这个小摄影棚 他和我们大家讲了 卓耳板灯 会看 会听 会懂得人的意思 我们起心动念 他都知道 墙壁知道 天花板知道 地板知道 你不要以为没有人知道 全部都知道 我们在摆设的这些物质 包括机器 他都知道 是活的 物质现象有生灭 定性是没有生灭 定性近所有的现象 结合在一起 人生就是非常明显的 灵性 跟物质结合在一体 但灵性就是不生不灭 物质 物质有生有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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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握的时候 是一句圈面的话 实际上的意思 要懂 这就是说 我们的三叶 身口与三叶 要与不生不灭的相形 这就叫行菩萨道 这就叫行佛道 成佛之道 如果与有生有灭的相形 那就是轮回叶 轮回叶 你就错了 轮回 又生有灭 华盛 无生灭 华盛 是兼问国之 化相 它将建文国之变成了 还是起作用 扭曲了 变成了受想行式 荡物有受想行式 植物有受想行式 寒蜜也有受想行识 一块石头,一粒沙尘都有受想行识 受想行识是六道轮回这一边 见闻觉知是诸法如来化身菩萨那一边 这两边要向哪一边靠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新建摆在第一 最难破的就是这一关 这一关破了就容易落 破了这一关 就是证果 小诚 吹陀援国 大诚 拾信 菩萨里面的 错信 虽然位置很低 我称作小小诚 笔信是小性 错信是小小性 他不是凡夫 凡圣的差别在哪里 凡夫继续搞六道轮回 圣人开始脱离六道轮回 减养的小小圣 他没有离开六道 但是他决定不做沙漠道的业 亦是说他决定不会躲沙漠道 他在六道里面 印度上面到了 他生天 天的上面到了 他又来到人间 人间天上 而且这个论媒是有定数的 不像凡夫论媒是没有定数的 无良劫 他们战上人间七次 七次往返 他便脱离六道论媒 正阿尔汗果 我们用戴成 十身菩萨 对号 他修正的遺似 这些词很清楚 初讯等于初果 二讯是二果响 三讯是二果 四讯是三果响 五讯是四果响 七讯是四果响 七讯是四果阿罗汗 清清楚楚的 七讯是四果响 七讯是四果响 六论轮回 再也不搞这些把戏 他来不来呢 或者他会来 他来不是业报 他来就是元力 一力教法众生 六代里面还有根据有缘的众生 他有感 菩萨就有应 感应道教是来教法众生的 不是为了自己的 哪一件是两边对立 我们有战恶的概念 有染症的概念 有真网的概念 有佛众生的概念 有迷悟的概念 这些概念都叫做边件 换句话来说 边件就是对立的概念 这些概念是错误的 为什么呢 对立是分家 分化 佛跟我们说 整个宇宙是一体的 所以有对立的概念 永远是见不到事实的真相 究竟圆满的一体是常直光 大成经里面叫做大光明状 印共五要回头 最后回到哪里呢 回到大光明状 大光明状就是发省 就是真心 亦都叫真语 毕经上亦称他作第一耳 究竟圆满 这个境界 违能大师开悟的时候 趁静 他正得了 他用了二十个字 和我们来媒会 五组认可 第一个是本自清静 本不生灭 本自举足 本无动摇 能生万法 我们如果不相信 放在我们面前的电视屏幕 就显示出 这件事情 从电视屏幕 你就真正能够相信 佛说的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们将电视屏幕 比喻作常直光 比喻作大光明状 在这里里面什么都没有 没有 物身现象 没有精神现象 也没有自然现象 所以佛叫他做空 叫他做真空 空 不可以当作母来说 佛法法里面说 真空不空 他能生万法 叫妙有 妙有非有 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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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生灭法 有生有灭 真空不空 为何不空 他能生妙有 妙有 看看电视 我们打开频道 妙有出现 屏幕没有妨碍 他也没有妨碍屏幕 整个宇宇宙 真相就是这样 这里里面 最重要的是 你知道它是一体 只到一体 你就没有分别 就没有执着了 只到一体 性德自然就出来了 性德里面的第一德是什么呢 是爱 爱是自性出来的 你会用自性里面的真爱 爱一起众生 我们现在 世间人说的爱 是假的 不是真的 为何呢 真的 是永恨不变 会变的 就是假的 你看看 爱会变成恨 不是真的 是假的 男女相爱 结婚 过几天就吵架了 又离婚了 你看看 这个不是真的 是假的 马上就看出来了 真爱 对方 怎样的叛逆 他的爱心是没有改变的 世间人有没有呢 有格 母亲的爱男 儿子的叛逆 他虽然很伤心 他还是爱他 他永远都爱他 为何呢 这是圣德 各五个人 佛 化身 菩萨 是各五个人 我们就相信 他那些爱心 比我们的慈母 还要重 我们的慈母 还要开悟 而至半逆 有时候他也有恨 佛菩萨没有怨恨 之后我没有怨恨 你半逆的时候 好吧 算了 暂时不管你 有什么时候回头 他就有什么时候帮助你 他不会跟你计较 无怨恨 也没有写起 学佛的人 真正 懂得这个 才知道 世出世间 最可爱的 是佛 是菩萨 其次才是阿罗汉 阿罗汉有时候都发脾气 不理我们 不像菩萨 菩萨不理我们 不会发脾气 自卑到极处了 直到一切众生 跟自己 是一个自性 是一个自性 变现出来的 好像屏幕里面的画面 画面里面有很多人 各种根性都不相同 全部是从屏幕上演的 屏幕是一样的 清静的 平等的 无燕污 无分别 无燕污 清静 无分别 平等 真诚的 开心 开心 我们在八六甲盘的 汉学院包括了余式岛 余式岛又没有分别呢?没有分别 为什么呢?统统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 要用清正平等心照顾 全部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 希望将来有真语 有真道 有真佛出现 我们希望这个地方有真佛 真道好像老子一样 真余好像孔孟一样 能不能够有这种成就?答案是肯定的 这个地方是原地 要找真正的种子 种子是怎么发生的? 我愿做今天的孔子 我愿学习孔孟 要学得很像的 方法实际是很简单 越是大度 越是简易 这张五常五轮 四为八德 从内心发出来 从身口落杀 这个 persona是孔子 就是孔子 孔子 心、心 与孔孔 完全相同 孔曼的短短,它一展开,自然就明瞭了 学到要学老庄 老子跟庄子 一门深入 要学头 要讲头 佛法里中派很多 每个中派都有主修夹经论 也不会太多 要发心作佛 要发心作祖师 他们学习了 发心 真正发心 既成道统 认真修学 发扬江大 这是智慧 一门深入 相识分修 这个理念 读书千篇 奇异自建 这是方法 圣言之道 就是这个方法 如释道一致 大家 全世界 所有宗教 声言 学术 都不 在乎 在乎 智慧 理念 方法 大家 有兴趣 有兴趣 真正发心 不疲 不艳 转着之后 发味就出来了 越学越欢喜 得到发起 从发起 再进一步 得到发味 尝到味道 尝到发味的时候 逐渐你就感觉到 它通了 一发通 一齐发 为什么呢 不理会是哪一家 哪一派 你去听 你都能够听得懂 你都能够听出它的味道 这样才真正知道 哪一件是错误的执着 遮完 就没有对立了 没有对立 对自己来说 你才能够正发生 没有对立 你才能够通一齐发 对立 对立就不通了 为什么这些大德 它能够通 我们就不能够通 我们就有对立 像如色度都分成界限 过不了这些界限 它们是没有对立 没有界限 完全是自由行动 算不是通的 四面八方 通达无碍 要相信 一切发 从心上升 和我们学习的定心丸 我们学习的心定 真正相信 能大师所说的 没有想到自性能生万法 他说出来了 我们信不信呢 我们不相信 如果我们相信 我们就进入他的境界 化身菩萨的境界 我们听了这些说话 好像听得懂 其实都未懂 如果真的听得懂 言下大悟 跟能大师一样 明心见证 真正解采到万物跟我一体 我再不会跟别人分了 但我不跟别人分 要记住 别人就跟我分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立的界限 他进手 我这里是没有立界限 我自由 我自己通过了 他是要过关的 我这个关口消失了 我就知道 他不知道 是否认证 这些五种建 五种建的根是新建 本是边建 下面的三种是滋滋热热 这两种重要 这两种不够有的 有会造成自己的障碍 戒禁取见 戒禁取见 是讲恩果 戒是因 见是果 合起来是中国人常说的成见 某人成见好心 成见从哪里来的 从习性上来的 性相近习相远 习性 经过的分别执着 从这里产生 自以为是 学法的人要放弃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以什么为标准呢 他真有善恶 真有染症 真有自非 真有邪精 我们以佛经为标准 为什么呢 佛是真正彻底觉悟的人 用他的来做标准就没错了 慢慢用熟之后将来标准变成我自己的标准了 我染上了佛的集气 跟佛就通了 通了之后 越来越深入 你所见的 你所见的 所看的 如是越来越深 越来越广 其未无穷 美后是邪见 邪见 完全是错误的肢件 这个搏无因果是错误的肢件 真有因果 怎会没有呢 他种一个图核的种子 他就会长成树 沙棉结了图 这个不是假的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因果就放在面前了 其因善果 恶因恶补 人一定要知 因报恩 知因报恩要有智慧 要有德行 没有智慧 不认识 会搞错 会搞瘫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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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 但是方法是错误的 但是方法是错误的 即是世间的繁肤 如果有智慧 如果有智慧 就决定不会产生错误 有智慧 就有慈悲 没有智慧 这个不叫慈悲 这叫情执 这个爱 这个爱 我们在内面产生了错误 让他所爱的人 得到负面的效果 不是正面的 这是在世间,古今中外,你打开历史就看到,好心做了错事,自己完全都不知道, 这是承见跟邪见,所以伯母因果断灭善根,他不知道断恶修善,将善的消灭了, 将善的大气来,他都不知道,将善以为是我颠倒了, 这叫做伯母因果,这叫做一千题,一千题里面有解释,一千题是凡语音译过来, 这叫做伯母因果断善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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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这样说法,但是到了最后, 发灭灭到之前那天,和大家说列盘经,列盘经是佛的遗嘱,列盘经是佛的遗嘱,列盘经是完开了, 说一千题亦都能够成佛,这样才说到究竟余门, 为何呢?一千题亦都有佛性,为何说它是没有佛性呢? 它的业障集气很重,佛性未有现出来,不是没有佛性,在一切法当中, 没有可能是没有佛性的,像电视的屏幕,一切法是如何呢? 它是所现出来的影像,任性,没有可能是没有佛性的, 没有佛性如何现出来呢?它是现不出来的,所以, 真心、智识是一切法的本体,一切法决定离开它, 不能够现出来的,离开它,不能够现的,没有办法现上的, 没有办法现上的, 一定要这个体的,它才能够现出来的, 这个体就叫做智识,就叫做发声, 看起来大家都一样,完全是平等的, 在什么时候你看到体呢? 佛讲,不起心,不动力,不分别,不执着, 你们眼睛见到真体了,智识了,你的耳朵听到智识, 鼻切身耳,全部显智智智智智智在哪里?一切是一切处,智智是与与不动, 无生灭,无生灭,所有一切的现象是依它而起的, 相是有生有灭,它是无生灭的, 最上是假想,是一体的假想, 我们读到凌奇经上一句说话, 我们非常欣赏, 叫自心燃亮, 好啊, 如果你遇到这个人, 你讨厌他, 你想想自心燃, 就是我的自心燃的相, 我为何要讨厌他呢? 他是什么呢? 我们经常所说的, 不断之无, 真是有味道, 你爱他,你恨他, 这种分别执着就没有了, 你看到这个是实体, 实际上是不断之无, 不能够得到呢? 不能够的, 在面前也不能够, 整个宇宙是个生灭相, 尤其我们读过, 尼多菩萨与世尊的对话, 我们就知道了, 一秒钟, 有2600兆次的生灭, 这是生灭的频率, 1600兆次, 我们完全都不能够觉知, 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觉知呢? 佛丽大习经上跟我们说了, 八地以上, 到哪一天我们证到八地九地, 我们就知道了, 八地九地的定功有多深呢? 心如止水, 遇遇不动, 照见了, 照见五蕴介空, 五蕴色受想行色, 用今天的说话来说, 就是我学说的三种现象, 物质现象是色, 受想行就是精神现象, 是自然的现象, 科学说的三种现象, 三种现象, 归立这三大类, 这三大类都是假的, 不断之无, 好有味道啊! 这八个字, 真的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就会, 放下喜心动念, 放下分别执着, 理得大自在了, 这个话要天天讲, 讲上一千片, 讲上一万片, 讲上十万片, 进入这个境界了, 为什么呢? 这就是古人说的, 读书千片, 其易自见, 你没有十万片, 二十万片, 你是见不到的, 能自见, 能自见是不得了, 能自见是八地菩萨, 叫佛法真妙, 任何一法, 都能够帮助我们, 成无上道, 所以, 一切法平等, 一切法不宜, 叶盘经上讲了, 无信之人, 明, 一切题, 一切题, 明不可置, 不可置, 就是不可教的意思, 同五五阳, 一千题者, 断灭, 一切诛善根本, 三不攀与, 一切善法。 十九里面, 一切题者, 不信恩果, 暴有惭愧, 不信业报, 不见现及未来世, 不亲善有, 不随诸佛所说教解, 如是知人, 明, 一切题, 诸佛世尊所不能止。 二十六说, 一切, 明, 信, 提, 明, 不具, 就是不具足信心, 不具信古, 明, 一切题。 新称, 一切底价, 底价就是尾音, 一切, 中国的意思是, 要欲, 他喜欢这些欲望, 要生死之以, 他喜欢六道论会, 他不舍得离开六道论会, 取这个意思。 我们再看看, 下面的经文, 欲害真人, 真人是收到的人, 魏亦作欲杀真人, 汉亦作欲杀罗汉, 杀阿罗汉, 杀阿罗汉, 亦作欲杀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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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可有掺杀罗汉, 亦作欲杀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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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陆特论会 他常住在四圣法界 圣文法界 叫做无如依涅盘 有如无如是身体 但在正德阿罗汉之后 他的寿命是自在的 有寿命可否要 捨棄人间的寿命 他去到星文法界 比天道高明大多 这是清净的世界 是释迦牟尼佛的淨土 落土是释迦牟尼佛的胃土 很严重的掩污 这个掩污肉界最严重 色界较轻一点 毛色界较轻 但是如果要跟阿罗汉给的说话 他还是炎污 阿罗汉让他清静 阿罗汉的烦恼断了 四空天人的定 烦恼是定功伏住的 没有断到 只是伏住 没有作用 正面到的时候 烦恼起现行 所以他不是究竟 他不能跟阿罗汉相比 阿罗汉是一德永远得道 四空天人得道 是有期限的 不是永恒的 飞飞飞上处天 寿命八万大劫 就是他有界限的 八万大劫到了 他会堕落 因为他在上面没有了 福享进了 就往下坠落 没有往下坠落 他还有福报 世间人也都一样 做作极严重的罪业 他仍是做大官 仍是发大财 还在享福 为什么呢 过去生中做的福报 在保护他 他响的是过去的福报 福报响进 他做这些罪报现前 便堕落 这些道理我们要懂 我们就不会不相信英国了 不相信英国了 有一些部风中是在保护我 时的福报道 而是他其中的死亡 除了欲望 勿论 这些道理 这就是五邑当中的破和合争 对于和合愉快修行佛道的增重,以手段间离之,使他们斗争,令废法使名为破和合增 破和合增的罪是无间地狱,五逆罪是无间地狱 父母的恩德大纳 你的生命是父母生的,父母养的,养育之恩 不知道母恩还去杀害父母,这个罪是极重的 尤其是母亲,吓母亲的罪比杀父更重 母亲对待你的恩多 至此关怀没有离开你 如何能忍心杀害呢? 认真反省惨悔 善志道这一生所经历的恩怨 恩要补,怨要化解 帮助自己提升品位 这是要做的 其他的没有关系 不要放在心上 我们一生没有遇到阿罗汉 遇到老师 老师给我们的慧命 因得大了 此一生是迷惑我远路 好 休息23岁到台湾 在台湾遇到三个老师 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如果没有遇到这三个老师 一生无智慧无福报 辛苦的日子还是小时 死了以后必定是多三岛 年轻无知 打猎杀生 一件事就是三图 我打了三年猎 十六岁、十七岁、十八岁 无知 父母亦无知 那时跟日本人打仗 抗战时期 生活非常艰难 日日有念物带来 一般人看到很羡慕 加力火食食得不错 日日都有食物 但这是来生无间地狱伴,值不值得呢? 我现在接触到佛法,读地藏详, 真是吓傻了, 再不敢吃众生育了, 我的时候是住在军队里面, 还算不错, 我们的厨房可以做素食, 因为同时里面有食素, 特别和我们开的,好像是两台, 素食特别有两台, 还有回家不吃猪肉, 好像他们也有一台, 比较照顾周到, 没有钱了, 省吃剑勇, 贴省一些钱来放生, 佛法救了我的名, 救了遗命, 生命, 一生没有遇到灾难, 一生没有进医院, 一个人到处去奔走, 一个人, 没有人作盘, 哪个地方有请呢?我就去哪里了 请的人都是朋友,都是同学 在大尊佛学讲座里面认识的 圆很特殊 下面念楼仁庸,下射世王问五逆经 这里面讲了,有五逆嘴 若俗胜矣,俗胜女 为此五不救罪者佛不能够,必入地狱不宜 佛知道你做这些罪业,必定堕地狱 这一角莎姆 害阿罗汉,斗联增种,起恶意于御来所,对佛生起恶意 此五乃无间业,减无间地狱之负果 以上明,知亲之我 后面的三个佛法有关系 阿罗汉是老师,在世间行菩萨度假 无论是大程小程,众生根性不相同,凝机施教 而且是与大众做一个榜样的 你害他,障碍他 这个结罪是与众生结的 你害他,障碍他,他不能够在这个地区宏法 这个地区的人,学佛的因缘,他断了 他从这里来结罪 看正果,如何害他,他也会原谅你 绝对不会结恶,不会报仇 你当无间地狱,这是圣咀 很多众生,文化一元,你把他断了 断人,法身,为命 道理就在这里 断众生,法身,为命 最严重 最严重 如果你要帮助众生,正就众生 得到法身为命 想这些功德多大 功德第一大的 断佛在世 大家都知道,请佛讲经 这些功德多大 冥阳两厘 令所有有缘众生 真正得到,他听明白了 听清楚了 断岳修士 改车归正 因此,人数越多,功德就越大 下水真正功德 要聘请阿罗汉菩萨 来讲经,来教学 更大的请佛住世 我们在这里见到一个道场 见到一个讲堂 希望他长住在这个地方 讲经,成就一方 不可能 不可能 人家听经 一步、两步 就开吴了 正法一次就有 像法以后就不可能了 何况就是抹法 抹法,正就要读书千遍 千遍不够了 要像万遍 先能看出效果 与时兴访一个费家大学 兴访汉学院 这些功德就非常大 而且目标是为全世界 如色度培养宏乎的人才 出一个人就不得了了 这个功德 用佛的说话来说 能认乎一方 认是经认 顾就是保护 这一方的人不会遭遇灾难 这一方的人得福报了 利益太大了 又何况在今日这个时代 如色度培养宏乎走到 轻黄的边缘 够他 他能够轻黄 不够他 他就会灭绑 以后就没有了 真正是 为 广性绝计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这是什么功德呢 大家仔细心地想一下 你真想通了 你会全心全力 来促成这件事情 你会希望看到这些事业能够成功 能够有计则的人才 来识然 记性的人才是什么人呢 再来人 如色度的再来人 建学校即是圆 因是有古性先言再来 朱佛菩萨再来 我们在这儿营造圆 因是有圆 果报就会现前了 果报是恩财背出 人生 不要白过渡 是你一世在世间 非常有意义 非常有价值 我们能够首唱 二举 非常感恩 很多很多的佛友支持 建校的准备 出乎我们治疗之外 随初我们想的时候是没有把握的 想到怎样呢 这是好事 我们自己能不能看到呢 不要紧要 全心全力来 顾持 我们带头 我们相信祖宗保佑 三宝加持 不会令我们失望 果然是这样的 我们欢喜 我们得到安慰 今天我们读这些经文 这些经文一对比 经常所紧的做恶业受恶补 反过来 行善得善果 下面一段 下面一段解释 如痴蒙味 有痴蒙味 是恶出生之痛 痛是现世宝 梦蒙味 梦蒙味者无痴 如痴无痴 反而以为自己有智慧 至于为师 实在是愚痴到极处了 又因愚痴 不信三世因果 故不知此生之所从来 亦都不知道死后去到哪里 这个真是不知道 他如果是知道了 他就不敢了 为什么不知道呢 中国古籍里面 中国典籍里面有一套书 历史 全世界无格 中国历史五千年来 记得清清楚楚 没有中断过 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了 古性千年留下来的典籍 总能够保存到现在 而且用的方法巧妙到极处 这个方法就是汉字文言文 它的优点是永恒不变 只要你学习汉字文言文 一般说的时间三年 你落三年的功夫 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 保护的一条锁词 你就拿到了 四库传书就是祖宗古性千言留给你的 智慧财产 只能够深得其用 只能够享受 所以汉字文言文言文的教学 比什么都重要 要想你一生当中得到幸福 来生生生生生世世都有福 这把锁词非拿到不可 拿到之后 你真正生生世世得福 这个是全世界 找不到第2家 只为不中国有千万不够输 Conference 只有中国就有千万变地 中国传ockelt Är 四五岁就开始学汉字,学文言文 读古籍是有大学文,是有大智慧 令小孩从小这把锁匙就能掌握到 我们看看文国初年,一百年前 小学生所写的文章,你就知道了 所以他们学习典籍四副传书的经史指集 是怎样的年纪呢? 13岁到17、18岁就完成了 19、20岁就服务了 为社会、为国家服务 考取举人、考取进士 往往是地方上的领导 远宁、泰首 在历史上我们看得太多太多了 这些底子是从小摘下来的 没有浪费时间 这么好的缘分 人一生学习扎根 三岁之前 看见了人疏忽 现在是什么呢? 忙于赚钱 疏忽 赚大钱 自己每天看着赚钱、赚小钱 如果能够将小孩培养大 你将来的小孩 无论从事哪个行业 都能够赚到大钱 是你意想不到的 因此做得太多 是你意想不到真相 不得 New South Young 是你意想不到真相 是你意想不到真相 是自己地竞逐 是你意想到最好的 以后地竞逐 是你意想到最低 原来这些理念一般人是没有的 虽然是少数人,非常可贵 传统文化硕佛了至少两百年 恢复也要两百年 没有两百年恢复不起来 真正要做,这就是教学 教学要恢复传统的教学方式 要有真正一批有使命感的老师 让老师来带头 国家、政府能够支持 社会上热心的人士不少 出钱出力的人有?真的有? 直到这个机会,大家愿意发心 来做一些好事,即功累得 正咒下一代 首先要恢复民族的自信心 要恢复孝亲尊师 要相信因果报应 这些都是根本来的 这个上面如果有了问题 即使佛陀利教你,孔子利教你 都不能够成就 由此可知 这种学校学生不多 十年、二十年之后成就 大家便会觉悟 为什麽呢?看到成绩了 嗯? 明白人真正生从哪里来 死了以后去哪里呢? 自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但是,不明因果不信论会,不知离他,为图治地 故多人之物,不人不信 现在这个多了,在社会上摄得多数 中国人说一甲子,六十年,六十年前的人有,没有现在那么多 没有那么普遍,而真诚心待仁接物的人仍是有 彼此有信心 葬子药,爱人利物为之人,信者和信,为之自私,故希望长生 他那个长生是过去生中所积的德,所收的善 善德,保护他,他今生做恶,还在享福 但是我们知道福会响尽的 一个人如此 一家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的 我到美国那段时候 是美国国力最富有、最强盛的时候 80年代 我们在那边住了十多年 我们居住的地方 大多数是小镇 环境好 活动的空间很大 美国交通方便 在市区里面就是擠壁 家里的屋 开车是二十分钟半个小时 家家户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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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 前后亦有花圆 但到现在三十多年 美国便衰落 开心 增加车 没有倒落 那时她美国 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欠她的钱 而前后 美国是经济挥挥挥 军事挥挥挥 她是全世界的债主 现在变成了负债国 世界上很多国家向他们借贷 怎会变成这样呢? 什麽原因造成的? 我们多年的经验就知道了 教育造成的 这是西方教育教学的智慧、理念、方法出了问题 所以今天的社会一团糟了 社会动乱不安 人心没有了依靠 过去还有宗教 现在信任宗教的人越来越少 教堂挂着牌要变卖了 到处都看到 为何要卖教堂呢? 现在没有人来教堂了 以前有人相信 现在这批年轻人都不相信 不进入教堂了 我们知道 西方之兴起 是宗教有密切的关系 现在他们自己都不相信 这里面有因果的关系 我们细心地观察 看得出来 无量受惊 因为这个世界容处太大了 美国人如果能够听到这批经 也要了解这批经 他们今天社会问题 原因出在哪里都能够运动 如何去对峙呢? 经常都有方法 再看看底下这一段 账、币、现钱 词心教会 义不肯信 苦口与语 无益其忍 深重闭塞 义不开解 大命将忠 悔惧交止 不与收线 臨时乃悔 悔之后 将何及苦 这些说话 至乎是对全现代人来说的 60年前我们接触到佛经 看到佛这些说话 我们不敢说佛说错了 佛说得对 这些说话 有这些现象 这些现象 严重 60年后的今日 对佛就 伏到五体投地 是在三千年前 怎会知道的 是在三千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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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些称备 对于是之人 三愚 愚痴 欺慰 完全跟十恶相认 五屆双围背 中国人五轮没有了 五常没有了 四为霸德都没有了 就是经常说这些状况 虽然慈心教会不相信 不能够接受 苦口语语 这个人得不到利益 变成这个现象 真正有道德 有智慧 有学物的人 走了 他为何要走呢 在这个地方起不到作用 没有人相信他 方老师当年教我 在家里面教 不让我去学校旁听 学校我去过一次了 为何呢 学生就跟这个地方想说的 老师慈心教会 学生就不相信 苦口婆心对他得不到利益 学生就不相信 学生就不像学生 是真的 老师不像老师 是因为学生不肯学 老师才不教的 学生不肯学生 真学的人 我们真想学了 真是 学生不肯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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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交过一分钱的学费 我跟张加大师三年,我没有给过一个红包去供养他 他物质生活是没有缺乏的 就此真肯撥出时间,你教动我们 我们相信因果,我们相信圣宴,我们相信祖宗 这些人肯教了 找不到像我们这样的学生,就不教了 在台湾那段时期,我们时时在外国弘化 感到太孤单了,没有帮忙 反到台中,每次回去都期请,期请老师多培养几个学生 我们有些师兄弟可以联手来做 我说的次数太多了,最后一次老师说 你帮我去找个学生 从此以后都不敢说,我找不到 不是老师不肯教,无人学 怎样做呢? 既然一般人都是搞明文利养 搞明文利养,老师决定就不教你 你真正了生死出三界,老师教你了 你真正是继承传统弘化地生 老师特别勃出时间来教你 他如果不教,他对不住佛堂,对不住祖师 对不住传法给他的老师 他不能不教的 不教不是自己不教 是没有这种缘分 愿不拒绝,怎办呢? 愿拒绝,写明也要去做 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 来说谢谢大家 我们的理论 我们的理论